同学们好,我是麦果徐 今天我们批判一下 为什么局部的圆弧面不允许标位置度 局部圆弧面测位置度 只能在很小的那一段打点 再把这些点构造一个大的圆 才有圆心,才有位置度 因为可测圆弧面很小 构造的圆误差非常大 应该标注轮廓度带ABC 测量把实际零件的ABC 跟竖模的ABC进行拟合 叫基准重合 再用实测曲面的点 跟理论曲面进行比较 用最恶劣那个点单边成岩 就是轮廓度 不需要把所有的点 再构造一个大的圆 最后我们看两个反面图例 用局部的曲面 构造一个虚拟的球 标位置度或者标正负公差 都属于错误的图值 欢迎大家扫描录群 关注麦果徐视频号 我们下次再聊 好